郭艾伦尴尬了,辽宁队门票一扫而光,没有谁都行,莫兰德也被淘汰。 北京时间9月4日,距离CBA新赛季开始还有一个月的时间, 而此时很多球队都在抓紧训练,也有的球队开始热认赛, 辽宁队此时邀请青岛队进行两场这阵赛。 我们都知道辽宁和青岛以及山东的两支球队关系都非常好, 尤其两个主球链刘伟伟和杨明的私下关系更是非常密切, 所以两支球队打热身赛也是互相进步。 不过此时最尴尬的竟然是郭艾伦,原来有球迷发现, 虽然是热身赛并且杨明不会参加,可是门票竟然一扫而光。 当然热身赛的门票价格还是比较低的,最低只有80元, 最高也才只有580元,但是刚开始售卖就一扫而空, 足以证明辽宁队的号召力仍然很强。 其实在郭艾伦被传出离队之后, 很多球迷纷纷取关辽宁队, 这个时候大家都在担心辽宁队的支持率会不会下滑太多。 可没有想到一场热身赛就证明辽宁队的球迷基础仍然是非常大的, 更不要提等到正赛, 所以老球迷会一如既往的支持。 前段时间辽宁队发表了宣告,而郭艾伦进行了直播, 双方虽然没有闹得太僵, 但是从内容来看,已经有了指责对方的含义, 但是明面上还算过得去,其实大家都觉得郭艾伦很难再回到辽宁队。 甚至有球迷说,辽宁队不想给郭艾伦退役球衣, 但不管怎样,双方已经和平分开,都要祝福越来越好。 而辽宁队今年夏天的动作更是非常大, 不仅交易走郭艾伦,更是淘汰了莫兰德, 甚至连祝福都没有。 我们要知道,莫兰德可是辽宁队三连贯的最大功臣, 他的作用真的要超过赵基伟、张震林和傅豪等人, 现在却被无情淘汰,而且连个祝福也没有, 让球迷很寒心。 不过梁宁队也有这样的资本, 毕竟他们的球迷基础非常大,淘汰谁都不会影响。